拉多情报网 上多尔拉多是匈牙利人 在二战爆发前 他就是匈牙利著名的地理和地图学家 精通德语、匈牙利语、俄语、英语和法语 拉多是1918年匈牙利秋玫瑰革命的积极参加者 并加入了匈牙利共产主义政党 匈牙利社会党 受雇于共产国际的情报部门 他多才多艺 谈到数理化便滔滔不绝 在做间谍的时候 尤其擅长与别国的科学家、工程师交流 可以很快就和这些学者们找到共同语言 由于瑞士是中立国 所以拉多情报网的组件较为顺利 也比较安全 而二战中瑞士与纳粹德国有着密切的经济 政治联系 因此对在瑞士的德国人进行渗透 也能获得极有价值的军情 1938年 拉多开始负责建立格鲁乌在瑞士的情报组织 接手情报站之初 拉多就显示了不同寻常的魄力 他决心以瑞士为基地 将情报的触手伸向瑞士之外 拉多的情报员以瑞士公民身份 不断向柏林、巴黎、布鲁塞尔等地成功渗透 获得了数量极大的情报 拉多具有的扎实理工科基础 在窃取科技情报的过程中起了决定作用 他对前沿科技敏锐的感觉 对科研机构的熟悉 都使他在工作中如鱼得水 1942年中期 苏联发现美国、英国和德国都在进行核研究 而苏联对此了解甚少 于是莫斯科指示格鲁乌的情报机构 迅速搞到油问题的情报 并指示 苏查明 什么方法可以实现油元素链式反应 搞清楚物理学家海森堡在何处 和柏拉实验室物理学家的名字 一个月后 拉多给莫斯科回话 已查明 用中子攻击同位素油235 可使这种原子核爆炸 并发展三到四个中子 它们落在油235新核子上 又会产生新的爆炸 这些连续爆炸被称为炼式反应 这是苏联获得的最早一份 关于核爆炸原理的书面文字 此外 拉多还搞到了浓缩油的相关情报 并在电文中提到 德国人在利用油同位素的密度差别 进行回旋加速器的试验 7月初 拉多再次向莫斯科通报 莱比锡的物理学家海森堡 已不再进行油原子轰击试验 因为德国人已不信任它 并把它排挤到独立研究的大门外 这项工作已交给物理学家 纪赫茨 巴黎的乔里奥教授和其妻子 正在夜以继日地研究原子分裂问题 苏黎市的海尔豹教授也在致力于这项工作 在正式的情报发送完毕后 拉多又自作主张地添了一句 我估计德国人不会有什么进展 真所谓 行家一出手 就知有没有 在二战结束后 美国原子计划参加人 诺贝尔奖获得者汉斯贝特 才得出与拉多类似的见解 汉斯贝特评价说 德国人想建核反应堆的计划 在1945年之前 只能艰难地走过一半的路程 因为要想制造出原子弹 一个可以运行并测量裂变数据的反应堆 只是最初的一步 反应堆之后 还有五分之四的工作需要完成 纳粹德国直到二战结束都没有建成一个可运行测量参数的反应堆 他们的反应堆材料 重水工厂在战中被盟军摧毁 拉多窃取纳粹德国科技情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德军尚未正式装备 拉多的助手就切得了德国最新虎视坦克的情报 甚至包括其生产量和投入东线日期 查明了德国工厂生产用的毒剂型号 还搞到了毒剂配方 在德军一线部队还为装备STG44突击步枪的时候 拉多就已经将STG44的资料和步枪弹的样弹 送到了苏联军事领导的办公桌上 除了窃取德国科技情报 拉多情报站还担负着收集盟军科技成果的任务 在二战时 由于反法西斯同盟的立场 英国和美国的军工厂和试验室的大门为苏联敞开着 从坦克、航空发动机到战列舰的火控系统 英美都表示愿意提供 但拉多想得到的不止这些 在公开身份的掩护下 拉多开始行动 拉多到底干了些什么 收集到哪些具体机密 至今仍没有完全解密 但苏联解体后逐渐散出的秘密资料显示 拉多通过在瑞士的欧洲物理研究中心、航空公司等机构 将目光瞄准了美国核物理研究 喷气式发动机的理论研究 以及大型航空母舰的技术 拉多从公开和秘密渠道双管齐下 与工厂经理、科学家、工程师们进行广泛的合法接触 讨论科技方面新的发明和先进工艺 从中获取了大量科技和工业情报 与此同时 他还进行了大规模的秘密窃取活动 据美国情报专家估计 在1941至1945年期间 苏联派驻美国瑞士的情报人员 以及在当地招募的下线科技情报员达数百名 这些人窃取了大量美国先进技术 对苏联的科技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 尤其在原子科学方面 为苏联节省了巨额经费和数年时间 另据估计 这些科技情报员在二战期间和二战结束后 从美国获得的核武器机密包括 链式反应方程 反应堆基本布置图 浓缩油工艺流程和设备图纸 枪式原子弹和内爆式原子弹的设计图 在二战结束之前 由于人力资源紧缺 苏联一直没有正式启动原子弹的研究工作 但从1946年到1949年 短短三年间 苏联就完成了从零开始 到原子弹的设计和试验的过程 研制费用也比美国曼哈顿工程低一个数量级 如果苏联没有那些从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窃取到的情报 自己摸索、重复曼哈顿工程的路子 会需要十年或更长时间 才能达到美国在1947年的水平 但实际上 苏联在1949年就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这其中 拉多情报站的情报系统功劳不小 在盟军的军事情报收集方面 拉多情报网还利用种种特殊的手段 获悉了大量英美盟军的作战计划 在1942年和1943年 苏德战场上 苏军出现了短暂的困难 被迫一再要求英美盟军出兵 提前开辟第二战场 而美国和英国此时对苏联的要求 以外交辞令敷衍 声称将在1942年开始在欧洲本土登陆作战 此时 拉多的情报网准确获取了英国所谓 欧洲登陆战斗的详细计划 实际上并非丘吉尔所说的 开辟第二战场的大规模登陆 而只是一个加拿大步兵团 和部分英国特种部队的试探性登陆 即后来的迪耶普登陆战斗 苏联外交高层在获得这一消息后 立即在盟军峰会中 对英美的敷衍态度进行了批评 从而取得了外交上的优势 此事件可看出 谍报工作不仅是针对敌人 对盟友的情报收集也至关重要 1941年6月17日早晨 来自日内瓦易峰的义店 放在了情报部长 格里科夫的办公桌上 拉多情报站向格鲁乌总部发报 德国军队集团正向苏德边界赠兵 并完成了从希腊向波兰的兵力投送 21日黎明时分 希特勒匪徒越过了苏联边界 苏联的无线电源 和德国无线电反金分队的斗争 早已拉开了帷幕 在格鲁乌收到情报的同时 设在瑞士的纳粹情报站也监听到了电波 而在更早的时候 这样类似的电波也屡屡出现 从瑞士 时而从苏黎世 时而从洛桑 最初是两人 而后变为三个身份不明的无线电通信员 摄连别格将军深信 他们是在为莫斯科工作 他发誓一定要消灭这个红色三套车 的确拉多手下有三个无线电源 一对瑞士夫妇 爱德华和妻子奥利加 从日内网发报 一个英国人 亚历山大 福特吉姆 在洛桑工作 德国人入侵苏联之前 经验丰富的尚多尔 拉多 已建立了两条 与莫斯科联系的通信线路 他们的工作准确无误 畅通无阻 战争一开始 拉多的侦查情报 就源源不断地流向莫斯科 他亲自吸收一位22岁意大利姑娘 玛格丽特·伯利 作为联络员和报务员 并指示日内瓦的无线电工程师 兼无线电器材店老板 为姑娘组装一部电台 由于这个姑娘很漂亮 因而上级称其行动代号为罗扎 俄文一级玫瑰 后来苏联总参谋部 评价尚多尔拉多情报组的工作时 几位专家甚至称 第二次世界大战 是在瑞士赢得的 在瑞士 虽然党卫队和盖世太保的行动 比在德国收敛 但尚多尔拉多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 他几乎每天都要同组员碰面 接受情报 下达指示 亲自处理汇总所有事情 他的无线电源 每天都要进行几个小时的 无线电收发工作 但发报越多 被敌破坏的危险性也就越大 莫斯科理解这一点 但却无法改变现实 总参谋部需要有关德国最高统帅部 向东方战线部署兵力的精确情报 在拉多提供的海量谍报背后 更为传奇的是 在整个战争期间 即使是格鲁乌总部 也不知道拉多的情报 是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手段搞到的 情报站的主要下线情报员都是谁 在德国何处任职 作为一名老恋的间谍 拉多深知情报系统 单线联系的必要性 许多情报员 他只以口头联络 和凭借记忆进行情报交换 而依照他的形式风格 情报员又与各自的下线 保持单线联系 就连拉多本人 也无权知道 下线的下线情报员 姓名和职务 莫斯科多次要求拉多 查明被招募的 下线间谍的真实姓名 原因只有一个 格鲁乌总部需要知道 这些情报员的消息是否可靠 拉多则回答莫斯科说 要搞清楚情报员的真实身份 不太可能 但我能保证 这是真实的 有价值的情报 从1940年开始 拉多获得的情报 就开始源源不断地发往莫斯科 1942年 拉多情报站向格鲁乌 发出了800多封密电 约1100页 而1943年仅上半年 发出的密电就多达750封 间谍渗透至德高层 1942年8月 尚多尔拉多决定扩大谍报队伍 将谍报网渗透到希特勒的心脏 拉多小组女特工 拉舍尔 丘宾多费尔 特情代号希西 吸收了自己的熟人 赫里斯蒂安·施奈德 他们于1935年相识 同在瑞士国际劳动局工作 此后施奈德 代号泰洛尔 又发展了好友鲁道夫·列塞尔 一个德国人 他原在柏林工作 但纳粹上台后 他逃到了瑞士 鲁道夫住在瑞士小城卢塞恩 开办了一个书店作为掩护 此人神通广大 并与瑞士情报机关积极合作 瑞士军队总参谋部 还发给他一个特别证件 上面写着 请各机关和个人 给鲁道夫以援助 以便完成使命 早在柏林时 鲁道夫就与德国外交部 和军界的高级官员 保持着友好关系 当希特勒对欧洲开战时 柏林的反法西斯战事 通过鲁道夫向瑞士 英国和美国 通报了希特勒的战争计划 1942年9月 希特勒行政当局中的 一些反法西斯人士 开始与俄罗斯情报机关 秘密接触 通过这一渠道 大量重要情报 从柏林流向苏军情报部 并形成了一个 炼士谍报网 柏林负责人 到鲁道夫 代号柳慈 到施耐德 到丘宾多菲尔 到组长拉多 到莫斯科 鲁道夫向直接联络人 提出一个合作条件 与莫斯科联络的一切信函中 柏林人员均用假名 被招募的德国间谍分别是 维尔杰尔 德军总参谋部军官 安娜 德国外交部工作人员 特敌 德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将军 施陶分贝格 德军上校 格鲁乌总部多次要求 拉多提供这些情报下线人员的 姓名和职务 但拉多死不松口 坚持自己不需要知道 也不需要让上级知道 最后 格鲁乌欧洲局只好无奈地批文 暂停身份验名工作 1944年 尚多尔拉多霍西 德军一些上层军官 对希特勒的愤怒已达到极点 他只是在能够接近元首的军人中 物色一个反法西斯人士 寻找机会干掉希特勒 于是 这项艰巨的任务 落在了施陶分贝格上校的身上 1944年7月20日这天 希特勒决定 在他的东普鲁市 拉斯登堡狼学 元首大本营内召开会议 当希特勒正在侃侃而谈之时 坐在他身边的施陶分贝格上校 将一个内装有定时炸弹的公文包 放在座椅上 并悄悄地离开了元首大本营 随着一声巨响 临时建立的会议室的墙壁和窗户被炸毁 可是 希特勒却像幽灵一般逃出了死亡陷阱 只是被爆炸产生的冲击波轻轻震伤 在盟军与苏军抢夺情报的暗地竞争中 拉多永远走在前面 截至目前人们还不清楚 在战争年代 美国和英国情报机关 与苏联红军情报局共同分享 由瑞士发出的柏林情报的比例究竟是多大 但人们已知 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杜勒斯 对苏军情报部的战果十分羡慕 他在情报艺术艺术中写道 鲁道夫在瑞士成功地窃取了 德国最高统帅部的最高机密 遗憾的是 大多都落在了斯大林手中 红军总参情报部第二局 对尚多尔拉多的特情组 评价更为精确 拉多小组的情报网广大无边 能力无限 他为下列问题提供了广泛的材料 德国军政领导 及其武装力量统帅部的计划和意图 对欧洲各国和东线兵力的调遣 德国生产坦克 飞机 火炮的能力 德国对苏联发动化学战的可能性情报 不幸被警方破获 1943年初 德国党卫军少将瓦尔特 摄连别格 充分掌握了红色三套车 无线电源的活动情况 1943年8月 应个人邀请 瑞士警察总头目毛勒出访柏林 摄连别格将活跃在瑞士领土上的 三个电台的专案文件摆在莱克面前 并要他快速缉拿案犯 摄连别格的态度十分强硬 他称 这些无线电源如继续活动 将给德瑞关系蒙上阴影 瑞士的独立也将受到威胁 一切后果将由瑞士自负 在德国的威胁下 瑞士被迫采取行动 由特雷尔中卫指挥的瑞士警方 特种无线电分队 迅速展开侦破工作 搜捕红色三套车成员 9月9日 多部车载侧向仪 出现在日内瓦的大街小巷 经过反复切断该街区的供电系统后 他们查明 有一个身份不明的无线电源 正在佛罗里桑大街的一处住宅里发报 这里正是无线电器材店老板 爱德华和夫人奥利加的住处 9月25日 罗扎及玛格丽特·伯利的电台方位 被测定 爱德华和罗扎的住宅 被警方监控起来 尽管警察局对监控行动 采取了隐蔽措施 罗扎还是发现了 室外有一些刑迹可疑的人 并向拉多汇报了情况 拉多命令他们暂停发报 同时指派爱德华取走罗扎住宅中的电台 10月10日 拉多向莫斯科通报了可疑情况 但随后形势急转而下 10月14日零时 奥利加开始向莫斯科例行发报 一时三十分 警察破门而入 一架刚刚发报完的电台 几封收发电报和密码簿被警察缴获 在抓捕红色三套车成员的行动中 瑞士出动了70名警察和大批警犬 日内瓦警察局长亲自坐镇指挥 县兵司令和警察局政治处长 协助其工作 这其实并非瑞士所情愿 只是被盖世太保控制而已 在大搜捕中 瑞士警方在爱德华夫妇的 无线电器材店里 发现了罗扎的电台 黎明时分 警察冲进罗扎的住宅 但他没在家里 最后警方在他的情妇 盖世太保秘密间谍 汉斯·彼得尔斯的床上 抓到了他 苏联间谍和德国特务 居然是情人 这恐怕是电影里才有的情节 11月底 无线电员亚历山大福特 西西及丈夫鲍威尔 鲁道夫·列塞尔 和其他几名成员先后被捕 随后决定他们的命运 不是战时法则 而是大政治原则 瑞士联邦安全局长 罗热马松上下 向社联别格通报说 瑞士政府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但博尔尼已明白 战争结局决定了 不值得与苏联 英国和美国的关系搞僵 因此所有被捕者均被释放 条件只有一个 战争结束前不得离开瑞士 但这一要求也只不过是刑事而已 在追捕中 尚多尔拉多得以隐藏起来 身份没有暴露 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二战中纳粹的重重围捕 都没能抓到他一根毫毛 但战后却英雄气短 被北约控制下的瑞士政府 刁难了许久 叠爆英雄 反入淋雨 1943年10月 特勤组的无线电源被捕后 厄运向拉多悄然逼来 这种遭遇延续了长达11年 拉多小组受挫后 拉多潜藏在瑞士 1944年9月 他决定和妻子叶琳娜 也是拉多特勤组特工 逃往从德国人手里解放出来的巴黎 他把儿子伊姆勒和亚历山大 及年迈的岳母 暂留在日内瓦 一个法国少校帮他越过了边界 带着法国游击队给他的证件 9月24日 拉多和妻子来到法国首都 1944年10月26日 拉多来到了苏联驻巴黎外交使团 在这个使团里有一位总参情报局的特工 因而莫斯科很快就知道了拉多的到访 中校亚历山大诺维科夫受命与他保持联络 诺维科夫非常古板 对于拉多的情况他一点也不知道 拉多认为苏联情报部的代表 肯定会像对待英雄一样迎接他 然而他却遭到了冷遇 诺维科夫建议他写一份工作总结 几天后又通知他到莫斯科进行全面总结 拉多请求推迟一两个星期 因为他还没有得到法国的拘留症 但诺维科夫却坚持要他马上启程 一天拉多在使团的走廊上遇见了亚历山大福特 自己在洛桑时的部下 原来福特也在诺维科夫的控制之下 但是莫斯科的代表并没有在自己的面前提起无线电源福特 这自然引起了老侦察员的警惕 他第一次感觉到有人不信任他 令他更痛苦的是 诺维科夫收走了他的个人证件 只给他一个名为伊格纳纪·库里舍尔的苏联公民遣返证书 1月8日 拉多带着这个证书登上了飞往莫斯科的航班 亚历山大福特也呈本次航班飞往莫斯科 拉多并不知道这事 他甚至没有料到 内务人员委员会的几个军官 正在监视他和福特的一举一动 他们坐在不同的客舱里 在飞机上 拉多的身旁坐着一个中年男子 他自我介绍说 他叫列奥伯特·特列贝尔 他们很快就找到了共同感兴趣的话题 特列贝尔告诉拉多 由于拉多小组受挫 莫斯科将要严惩他们 飞机沿着巴黎到马赛到纳布勒斯到开罗到德黑兰到巴库到莫斯科的航线飞行 在开罗停留的一昼夜间 全体乘客被安排在月亮公园饭店的单间里 清晨 伊格纳纪 库利舍尔走出饭店 要到苏联使馆牙医那里看牙病 但库利舍尔一去不返 也未出现在机场 机长巴布纳什维利少校向使馆秘书说 一个乘客失踪了 在此后的几天 苏联使馆人员一直在寻找他的下落 并以官方形势请求埃及外交部副部长 哈桑·利沙特·帕舍尔予以协助 埃方最终查明 苏联公民伊格纳纪·库利舍尔 藏在英国使馆里 并向英当局寻求保护 但是英国政府不愿破坏 与苏联之间的关系 把库利舍尔移交给了埃及当局 埃及人把流亡者藏在开罗附近的 外国人隔离营里 后来才知道 库利舍尔在英国使馆里 受到了军情局特工的审问 但他陈述的事实 并未引起英国情报机关的兴趣 几年后 当他们得知拉多的大名时 才后悔当初放走了一条大鱼 苏联驻开罗使馆向埃及当局 提交了一份人民内务委员会 专家伪造的公诉状 称拉多是一个刑事案犯 并把他弄回使馆 8月2日 拉多被押解到莫斯科 随后被除奸党逮捕 1946年12月 苏联国家安全部特别会议 以间谍罪为由 判处拉多丧失自由10年 然而 拉多的苦难还不止于此 他是第一个同时受到两国法庭起诉 并同时服两份刑的间谍 在冷战帷幕升起之际 苏联拉多情报站的特工 最后还是被瑞士送上了法庭 这已是战后的事情 至今还不清楚 这是瑞士当局遵守民主法律意愿 还是博尔尼与华盛顿 伦敦的一致行动 因为此时英美两国 已掀起了反苏浪潮 1945年10月22日 博尔尼军事法庭 以拉多特情组 对德国实施非法间谍活动为由 开审此案 西西被判丧失自由两年 并处以罚金五千法郎 她的丈夫鲍威尔·贝切尔 被判两年监禁 施奈德被判入狱一月 但最主要的情报人 鲁道夫·列塞尔被判无罪 当庭释放 1947年10月 日内瓦第二次开庭 已经返回祖国的 尚多尔·拉多 缺席背叛一年监禁 他被勒令十年内 禁止访问瑞士 与他一同被审的 还有无线电源福特 爱德华和奥利加夫妇 及罗渣 有线电源福特 尔·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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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拉多